这边才是焚尸炉 刚才那个应该是供暖系统 它这个焚尸炉啊,你看到了吗 这个是铁丝吧 也就是说焚尸炉是在集中营的外面的 犹太人他们是不知清楚的 这边是个脚型架 这边就是焚尸炉了 我觉得这个建在外面还是对的 因为如果你建在里面的话 犹太人天天看着自己的同伴被干掉 他们会反抗的 你放到外面的话 他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为是同伴被转移到别的监狱了 所以他们就不会有一种反抗的这种东西 这我估计是当年的一棵小树 长了60年也很大了 这个不知道它是不是用这个犹太人的骨灰来摧肥的呢 这是个大烟筒 这个很奇怪啊 这个焚尸炉为什么只有一个呢 理论上讲啊 这个一个肯定是不够的 要好多个才行 这个房子都烧黑了 谢谢大家